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你不想懂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做也做过了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做也做过了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承诺 你的心窗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不是你不在意 不是你不想懂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 爱也爱过了做也做过了何必怨恨那青春的脆弱 爱也爱过了做也做过了何必在意那过期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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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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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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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方做餐厅有点小 再说了 这客流量也不大 人气也上不来 干脆 嗯 改个育租中心得了 门头都不怎么换 哈哈哈哈 是的 可以可以可以 子气 他们是干什么的 嗯 来看房子 我怎么把这盘出去了 你当初下了那么大的决心 现在说不干就不干了 干这也没什么意思 我下了那么大决心 最后又换来什么了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没想过 信马尤姜呗 快快 对不起二位 转让的事情我们还得再商量一下 哎 这位小姐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您能做老主吗 这我说了算 你 不会吧 是这儿到了房东让我们来的 说着你们已经欠了人家几万块钱房租 钱不是问题 我们欠了三年的合约还没到期呢 我们无意转让 好大的口气 钱还不是问题 行 你别再查试我的事了 我现在 我就没心情再干上去了 算了 真麻烦 走 不好意思啊 我 回头打电话 你去吧 老公 备 谁 真麻烦 真麻烦 我 不能 这老婆 跟我说说话吧 我知道 你从来没有接受哭 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是我自己犯戒 你别哭啊 千万别这么说 我现在还发我自己 你为什么就不能尝试改变一下呢 难道你要永远没着人家家庭绕圈去吗 别再跟我提着 你现在痴迷到这个地步 如果你再不重新振作一点 谁也救不了你了 生意完了 你老远扯着就垮了 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 这是 我帮你接了一单活 只要你有兴趣 我跟我杂志社的朋友说好了 我也给他看了你以前的照片 他愿意请你做他们的外聘摄影师 帮他做几期时尚杂志 最好 别再费心帮我了 你要是真的资金周转不灵 这个你拿着 不 我已经连累你了 你的钱我不能再收了 我把信都掏给你了 钱算得了什么 我还不起 谁让你还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呢 对不起 真好 我真的不能接受 好 有志祺 我走了 真好 真好 你怎么在这儿写的 刚才唐唐在书房 够下功夫的 好 当心 别累病了 这么夜以极日了 我是在等你 现在已经一点半了 现在我回来晚了 我是在外面有个应酬 哥文 我有话要问你 什么话啊 是不是 已经在外面有小力了 老马拉斯 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怎么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只不过前几天晚上 和他喝了一回酒 事情原委你是知道的 他多喝了两杯 那你跟老马之间 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完全是同事 上下级的关系很正常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你能不计前嫌 跟他称兄道弟 你们之间 你们之间就没有其他的原因 夏令 你怎么 突然 问起这个问题来了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 我只怕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的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怎么能信这些话啊 自从我代理了处长 哎 多少人眼红的要命 妒忌的要发疯 葛文 你先别激动 尤其是林立那个变态的老女人 哎 四处造谣搞状 他巴不得我和他一样身败名裂 我当然不愿相信这些话 因为我只有相信你 才有信心跟你共同走下去 那你怎么还拿这些话来气我 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 最近 你的确变了很多 你指什么 你最近变得心事重重的 心事努定的 人你给我叠的幸运心 我拿到了办公室你都不知道 那是 那是因为我单位的事情现在太多了 我把心事都放在单位上 我没注意 还有 你现在的出手越来越大方 你总是跟我说是奖金 可我算过 有几笔支出 仅凭奖金是应付不了的 小姐 咱们的家里你也知道 买房的压力多大 我不愿意东罗西界 我也不愿意向人家占卫的口 让人家笑 我临时 只是临时的 从单位里借用了点备用金 备用金 你挪又公款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是给会计打的借条的 那也不行啊 人家知道了 会说你滥用职权的 那你说我怎么办 那 那你说我怎么办 老师 我总不能看着咱们一家五口 为了买这房 天天的省吃紧用 一日三餐 都是白菜 豆腐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不管你为了什么 也不能做伪计没法的事 哥文 我宁愿给你吃白菜豆腐 我也不希望你冒任何风险 去发不易制裁 我不希望你像我的爸爸那样 侮辱歧途 你放心吧 我会尽快地 把钱还回去 小李啊 你工作那么忙 还怎么惦记在这儿呢 听说大姐又重要了 怎么回事 医生说 她已经确诊输胃癌 恐怕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那她现在怎么样 她的状况还挺好的 就是想回家 医生说 我尽量满足她的愿望 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我要在北京参加一个论证会 不能请假明天就要出发 可是家里新来的保姆呢 我也不放心 江老师 你就放心去吧 我来照顾大姐 小李来了 快进来坐 这个 是我给您和江老师买的一套情侣装 情侣装 海岸 你看看 行李装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就没想过送我这样的礼物 你当年风光火火的 哪肯穿这个呀 我们当年也不兴飞 是 我论证会啊 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着啊 您放心去忙吧 我来照顾曾大姐 谢谢 谢谢 这么多听众的来信 所有来信我都保留着 正是这些听众鼓励我一口气走了快三十年 可是最近我真是觉得 有点力不从心了 大姐 您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养 这么多年来 你帮助过那么多感情受伤 心灵无助的人们 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我最消沉的时候 是您帮我排解了忧愁 谢谢您 你有没有想过要加入进来 我 嗯 你是学心理学的 基础条件很好 您修盖的文稿还爱 也拿过来给我看过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爱心 处处能替人着想的人 这些优点 都非常适合做一个 夜间谈话栏目的主持人 不行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知道这个建议对你来说是个挑战 真心大姐 你的这个接力帮太重了 我怕我接不了 但我还是相信我的判断 小李 江老师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放心不下 所以交代完了 我就赶紧赶回来 你这是 我帮大姐弄了点吃的 你聊完了 大姐希望我接她的班 把栏目继续办下去 这是她最大的心愿 她病重之后啊 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真心变化 真心大姐在听众的心目中 是无可代替的 可是 她太累了 看着她一天天憔悴下去 我希望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头 能多陪陪她 其实 我们就是行警部里朝夕相伴 也只有一个来源了 江老师 你别太伤心了 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 对了 小李啊 众律师打电话来让我转告你 她帮你争取到了 跟你父亲见面的机会 真的 真是太感谢众律师了 我想带小慧一起去见我父亲 好 接受她了 小慧做出了一个女人 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她是可以信任的 我尊重我父亲的选择 很高兴看到你们和解了 一家人能够和睦相处了 爸 跟小慧说说话吧 你来干什么 你不应该来啊 爱君儿 你受苦了 忘了我吧 你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 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不 我想好了 我会等你回来 别等我 我都是个废人啊 没什么指望啊 爸 你知道小慧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为了写清你的一部分罪名 她说服自己的哥哥去同安自首 爸 别再说让她伤心的话了 是我害了你 我就不该让你做生意啊 小慧 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 别为我担心啊 小李啊 你下次来的时候 记着把家里的相册拿来 我想看看涛涛 好 我记住了 她现在越来越乖巧 很听话 就像你小的时候 大嫂 快放下让我来 小李没事 没事你歇着吧 你刚回来怪累的 我这个人呢 闲不住 一闲下来 我就会想起老马 没事 你歇着吧 对了小李 今天早上 有人给你送来了一束鲜花 我帮你收下来 插到花瓶里了 谢谢 没事 大嫂 好 以后要是再有人给我送花 你不要收 给她退回去 好 我知道了 还有 这事儿 您最好不要跟格文说 我知道了 谢谢 没关系 您好 这是寄给王小李女士的鲜花 请您签收一下 寄给我的 啊 你帮我把它扔了 这我可不敢 你先签收一下吧 你们以后不要再送了好吗 不是我们非要送 有人付了钱 你说我们不送别人会投诉的 那你就帮我转告他 如果他再送我去报警 我就是个跑腿的 你说我上哪转告他去呢 咱说这花 肯定是你的熟人送的 要不人家自己转告他不就成了吗 谁呀 帮我拿楼下去 妈 小李 你在跟谁说话呢 刚才有一个快递员找错门了 妈 我到楼下把垃圾倒了 马上上来 好 谢谢 给我吧 好的 记住 让他以后不要再送花给我了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 我 好 谢谢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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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也收到不少邮件 台里把热心听众的来信也都转过来了 可是你看我现在的身体 那台里就不能找人临时替补一下吗 是安排了两个人 可播出效果都不理想 现在人选问题是个难题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先喝点水 王医生 我想把什么都告诉他 你想告诉他什么 所有的一切 我做过所有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太对不起他了 就在我被车撞的那天 我还是忍不住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我真不是个人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因为我也曾经和你一样 体会过这样的内心冲动 我曾和一位大姐谈论过这个话题 她对我说 如果双方是深爱对方的 那么你们的坦白 就应该是为了双方的幸福 和更加稳定的将来 而不是带有阴影的伤害 这两天我躺在医院不能动 她给我端茶 送水 喂饭 擦身 都是她在伺候我 晚上我脚一动 她就会惊醒 我是不是哪儿疼呢 需要什么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呢 但是我 我根本不值得她这么对我 根本不值得她这么贴心贴肺地刺恨 她是你的丈夫 照顾病床上的妻子 是她的责任和义务 更何况 她爱你 她爱我 你不相信她爱你 我不知道 她好久都没有说爱不爱我的话了 她最后一次说爱我 还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也许你的丈夫 不善于表白自己的内心感情 但这并不代表她就不爱你 如果她仅仅只是不善于表白 可我 我也不会那样 如果她爱我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她都不碰我 说到底 这就是你的心情 来 随便拿两个 查看看看 偶尔半夜醒来的时候 我会静静地看一会你熟睡的样子 记得你第一次把手放进我手掌的时候 还是个青春少女 我看着你 由少女成为少妇 又成为母亲 我爱你青春年少的模样 更爱你现在的样子 我期待着有一天看到你的白发 和我一起慢慢变老 你真幸福 有人给你写这样的情书 是我丈夫 你丈夫 对 是我丈夫写的 我们结婚已经快八年了 婚后的琐碎生活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也变成了无心婚 哦 你们也是 是 我们也是 所以 在这方面的感受和困惑 我也曾经和你一样的经历过 要不是我无意间 发现隐藏在这些幸运心里的秘密 我是不会知道 他对我的爱依然深藏在心里 上一次 我跟你的爱人见过 希望他能和你一起来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沟通 把深藏在自己心里的爱告诉对方 给彼此一个机会 这样对你对他都好 有些话 我灯了他的面 怕说不出口 试一试 慢慢来 下一次 你们一起过来好吗 小苏 以后我自己开车上下班吧 你不用我来送我的 没关系 谁让我姓宋呢 我是怕我下了班 影响了你约会的时间 你听谁说我有约会啊 我还不知道我的乖夫啊 你长几只眼睛 不会吧 难道 你要让组织上来帮你解决 谢谢领导关心 我看上多次在几天 这个那笔男孩子啊 不是没封住又不是一组 跑了没几遍就成刻薄了 不累啊 你对我们男同胞有成见吗 没有 我只是想 把我考了经济师职收后 再跟您中学人的试 事业心还挺强吧 好 各位 在冰箱里翻弄什么呢 我看都有什么菜 你晚上想吃什么菜 这不冰箱里都满着呢 什么菜都有 什么都行随便 好 葛文 小李 你今天没买菜 买什么菜 家里有菜不用买 桃桃想吃鱼 冰箱里有啊 好久没有饭冰箱了吧 桃桃想吃鲜鱼了 那我明天记得买一条回来 你先休息吧 我去帮妈做饭 去吧 小李 歇会儿吧 把咖啡喝了 拜托别大等我的思路 这本处我不能再拖了 不然我就永远没有心劲把它完成 小李 你发现了没有 现在我回来走了 反而你一定要回来玩 后天是周末 咱们带踏踏去玩吧 去动物园或是博物馆 我具体忙不过来 再等一段时间吧 那行嘛 你早点睡啊 脑中还没想嘛 爸爸爸爸快起床呀快起床呀 桃子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你妈呢 妈妈刚走 她让你今天送我上学 桃子 你妈走的时候手里拿什么东西没有 拿了个饭盒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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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说干什么起床没有 没有 处长 工程处送来的报表请你签一下 啊 放这儿吧 嗯 处长嗯 你不舒服啊 明天方中日我们几个商量去山里面野餐 有没有兴致跟我们一起去散散心 小松啊 你们年轻人去玩吧 啊 我在家陪着孩子看看电视 是 就算是散散心了 你可以带着夫人和孩子一起去 这样我们也可以热闹热闹 你不知道 她现在比我还忙 喂 您好 是我 啊 牛主任 明天去打高尔夫啊 明天我已经有月了 改天吧 好吧 啊啊 改天 好吧 好好好 再见啊 处长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顾家了 小松 这不是什么缺点吧 啊 等你成了家 就知道这个家的分量 啊 干完 吃饭了吗 喂 跟你说话呢 干嘛不理我 等你回来 我早饿别了 今天又在哪吃的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 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啊 王夏琳 你也太过分了 等下自己的家 自己的孩子不够 整天跑到人家家去 搞什么米呢 我又不是去做什么坏事了 你用得着这么跟我说话吗 那你这么早出晚归的 总得有个说法吧 我去做好人好事你相信吗 你说你信任我 可你心里总犯嘀咕 总像过堂时的神问我 跟你一起过日这么累 啊 跟人家在一起就又轻松又自在 回到自己家就累了 要说以前 在我父母家 你委屈 我对不住你 可现在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 那也是因为你当领导以后 越来越主观 越来越多疑 好好 方小离 咱过不下去咱不过了 咱离婚 离了婚多自在 你就可以像正好那样 大大方方的谈恋爱了 好 我同意 陶陶 你怎么还没睡啊 妈妈我怕 你怕什么 妈妈我听见你和爸爸在吵架 你们俩会不会离婚 小孩子 不要乱猜大人的事 我们爸有个同学 爸爸妈妈离婚了 大家都觉得他很可怜 他爸爸妈妈就是老吵架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会给你个完整的家 你不用怕 淘导 妈妈陪你睡好吗 嗯 哎别动 淘导 你平时早吃晚归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大礼拜天呢你 干嘛 还要出去啊 我们都要离婚了 你还用盯我那么紧 淘导 你说 难道咱们这个家在你心里 就一点分量都没有啊 你说呢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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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不了那个江海岸在你心里有分量 你们在那聊什么呢 这两天你 你是不是有天天和他在一块儿 有什么好聊的 这么 这么难受的呢 你愿意怎么想的怎么想 反正我们不是你想象的一种人 我们 我们 行了毛小李啊 今天是你自己承认的 以前你们在一起拉拉车上我不说什么了 我怕别人误会 我还替你们辩解 行 今天是你自己承认的 行 你你你告诉我 你到底要蒙骗我多久吧 杨格文 你这么不信任我 我还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嗯 你当心 我会去找他的 我当面揭穿你们的伪装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之间这种不和谐有几分是他造成的 有几分是你的责任 怎么说呢 起初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 但后来 我跟范子庆之间的事情 我认为责任就在于我了 这也使我陷入不断的自责当中 你还是很坦白 我觉得你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我是吗 是 其实放任自己逃避生活沉溺在诱惑中是很容易的 可是能从中清醒过来 勇敢地面对生活 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份责任 义务 是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你很努力了 待见 好 好 怎么会 哈哈 只要是已经也好 不少 呢 最后来 细细拒绝过天淡淡的忧伤 情绪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希望明天不再是那样的踪迷 爱是一份没有迷失美丽的道歉 爱是一块充满深情旋律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轻轻触碰着经常的青涩桌面 心中玫瑰还在体力飘响 我说清晨你在昨天叫人银河 一天的天风一天充满了阳光 我沿上了岁月的无情画面 你细细拒绝过天淡淡的忧伤 情绪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情绪不断总留下些无奈遗憾 爱是一份没有迷失美丽的道歉 爱是一块充满深情旋律的魔法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就让我们的明天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脚下在我的手上受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